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狙击手误入雷区 在奄奄大漠火候62小时与内心国异 与狼群厮杀的美国惊悚战争电影《亡命雷区》 男主迈克和汤姆是美国的两名特种兵 正在阿富汗荒漠执行一项暗杀任务 在埋伏了三个月零六天后 目标老头萨伊德终于出现在了瞄准镜视野里 却因为迈克的优柔寡断磨磨蹭蹭 再三错过了暗杀时机 他们败露了 二人狼狈逃算 顶着漫天黄沙一路向西 他们还要往西走六英里 那儿有一个村庄 虽熬过了沙神报 但他们路途还长 汤姆是一个画牢 苦中作乐 同迈克画起加上离短 风卷起一块画着骷髅的警示牌 落到他们面前 迈克神情凝重 但汤姆觉得 这不过是村民们的御敌手段之一 无论如何 这意味着他们离村庄不远了 也许村庄就在那片沙丘的后面 短暂的商议后 他们决定继续向前 正走着迈克脚下一顿 他踩到一枚病人母形 迈克将它捡起 端详了一会儿 放进了胸前的口袋 汤姆精神百倍 觉得希望好像就在眼前 村庄里一定有他们最爱的格兰尼酒 汤姆正血液 下一秒悲剧就发生了 爆炸掀起的黄沙 模糊了迈克的视线 只听脚下咔嚓一声 他也踩到了地雷 汤姆就倒在迈克不远处 他的双腿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 他不停地惨叫着 眼界汤姆已经失血过多 迈克决定赌一把 也许他现在脚下踩到的这颗雷 是哑雷呢 他不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同伴死在眼前 但是汤姆却不愿迈克冒前 汤姆挣扎着掏出手将 指向自己的太阳穴 一声枪响 这片荒漠里 只剩下迈克一个人了 迈克心如刀脚 痛声嘶吼 良久才得以平复 接下来要怎么办 抱着侥幸心理 迈克小心翼蹲下来 拿出军刀 插入脚下的黄沙试探 铃铛一声 是金属碰撞的声音 迈克忍住 抱了句粗口 冷静片刻后 迈克利用自己手边 所有能用的东西 成功勾到了迈克的背包 拿到了无线电 不瞧的是 无线电没电了 而电池就在汤姆的口袋里 天无绝人之路 汤姆的背包里 还有一块太阳能充电板 经过漫长的暴晒 无线电终于开机 迈克向总部请求支援 总部表示 沙尘暴随时肆虐 无法派出直升机 如果顺利 车队52小时后 会来接他 茫茫荒漠 常人想要存活52个小时 也希望渺茫 更别说迈克 现在被困在原地 且快淡紧凉绝 迈克来不及 自怨自艺 很快第一波考验就来了 沙尘暴又来了 迈克快速拿网刹 缠绕在脸上 捂住口鼻 利用枪支插进地里 稳住身形 好在这次沙尘暴 并没有持续太久 以至于沙尘暴过去后 迈克还抹了把额头 不屑地吐槽 就这 汤姆的尸体 被沙尘暴卷到了迈克脚边 迈克从汤姆口袋里 拿到了电池 尤其以维系 无线电的待机时长 不巧的是 装着无线电的背包 被沙尘暴卷出几丈海外 渴望不可及 迈克仰天唬笑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在太阳的曝晒下 迈克的皮肤严重晒伤 水也喝光了 迈克完全看不到 生的希望 他举枪对着天空 怒射三枪 垂死挣扎般 大声呼救 终于迈克把枪指向了自己 这时 一百一老头出现在迈克的视线里 迈克赶忙站起来 大声呼救 但看到老头靠近过来 迈克惊慌不已 大声喝止 一旦老头也误入雷区 那他就再也没有生的希望 好在老头也没有踩到任何一枚地雷 安然无恙地走到迈克面前 但老头却无懂于衷 反而鼓励迈克勇敢迈出下一步 老头带着迈克的水瓶转身离开 一会走成S型 一会走成B型 显然老头知道埋藏地雷的位置 但是老头还是只留下一句 你必须继续往前走 就决然离开 迈克渴到口舌声烟 只好喝自己的尿液 这时一个小女孩 踏着白衣老头 同样的S型走位 小跑过来 看着小女孩递过来的水 迈克一把抢过 清晰牛饮 总算是缓过一口气 小女孩一句话没说 从胸前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病人母行 可迈克此刻没心情脱降 恳求女孩帮他拿到远处的背包 但小女孩也没有帮助他 反而被他越来越急急的声音 吓得跑走 迈克再次陷入绝望 烟幕降临 荒漠昼夜温差极大 迈克不得不在自己脚下 升起一小团伙取暖 他拿出手机 翻看着女友的照片 发现手机里有个女友 偷偷录下的视频 视频中女友表示 希望这条视频 能成为迈克的护身符 来不及感动 远处传来阵阵狼嚎 危险正在逼近 迈克警惕起来 小心翼翼地熄灭了火堆 群狼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迈克冲着黑暗中乱枪扫射 将建议威慑狼群 但狼群非但没手机离开 反而拖走了汤姆的尸体 迈克借用手电筒 看清了狼群动向 冲着头狼连开树枪 狼群惊慌之下 雾采地雷 巨大的爆炸 掀起漫天黄沙 狼群四处逃散 再次隐于黑暗 他暂时安全了 天亮后 白衣老头又来了 站在他面前跟他话起家常 老头不停地鼓励迈克 迈出下一步 但这对于迈克而言 岂是风凉话一词能形容的 好在 老头这次走之前 终于帮迈克拿到了无线电 迈克给无线电换上了电池 可无线电却没有信号 他饿极了 甚至吃蝎子果腹 紧接着他开始出现了幻觉 很多来自不同的人的声音围绕着他 他好像又看到了汤姆 汤姆好像活了过来 站起身来喊他回家 又到了夜晚 饥寒交迫 狼群逼近 汤姆的幻象与现实疯狂交织 狼群撕咬身体的剧痛 让迈克惊醒 还与狼群奋力厮杀 殊死搏斗 黎明时 迈克的军刀燃满鲜血 垂在伸臭的手都在颤抖 意识涣散 脚边还躺着狼群血淋淋的尸体 45个小时过去了 躺在沙子里的无线电 终于有了动静 各总部给出的消息 是让迈克万念俱灰 车队还在作战 他必须再等待17个小时 恍惚且 迈克好像又看到了女友的幻象 他缓缓合上眼 坚守岗位45个小时的脚 终于松动 他真的坚持不住了 是老头及时赶到 老头蹲着给迈克处理伤口 并在他耳边说了很多话 在很多年前因为地雷爆炸 他的女儿去世了 而他自己也损失了一条腿 但是日子还得过 他还是得向前走 原来来给迈克送水的 就是那个白衣服老头 小女孩只是迈克的幻觉 老头走了以后 迈克的幻觉愈发严重 他看到幼时 酗酒成性有家暴倾向的父亲 看到了病床上冰死的母亲 又看到自己和女友 一起的一幕又一幕 最后汤姆的幻象又出现了 汤姆指着一个方向告诉迈克 救援部队已经到了 这时迈克的手边的无线电 又响了起来 总部的声音传出 询问迈克的具体位置 总部表示他们不能久留 迈克必须马上汇报 自己的具体位置 迈克虚弱地 传着救援部队的方向挥手 无力地呼喊着 但迈克和光莫融为一体 救援部队根本发现不了他 眼看救援部队就要离开 迈克终于发现了 那枚躺在离自己不远处的信号弹 只要能发射出那枚信号弹 他就获救了 迈克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捡那枚信号弹 一声闷响 一发子弹击中了迈克的腰侧 迈克下意识捂住伤口 又看了看满是血字的手掌 意识再次模糊起来 原来 远处的敌人已经发现了迈克 一发子弹 接二连三地击中迈克的身体 他捡起了信号弹 却没有力气打开 幻想和现实不停地交织 迈克终于还是凭借自己 精湛的狙击枪法 和强大的毅力 成功击杀了敌人 可现实是刚刚那些都是幻想 根本没什么敌人 也没什么中枪 当然也没有他 如回光反照一样的殊死搏斗 父亲的幻想出现在眼前 走过来拥抱了迈克 恍惚中 又好像是女友在拥抱着自己 所有人都在鼓励他继续往前 这时的迈克才好像如梦初醒一般 所有的幻想都消失了 那枚信号弹就躺在离他 不到两三米远的沙子里 他看了看自己的脚 白衣老头的话 在耳边不断回响 终于他闭着眼 抬脚走出了那一步 预想中的爆炸却并没有发生 四周安静的只能听见风声 结口余声 迈克猛地脱离 跌坐在地上 他抛开了那个困住了自己 快60个小时的地雷 天哪 那居然只是一个满是铁锈的罐子 里面装了一枚小小的冰人模型 迈克捏着这枚小冰人模型 不知是该洗还是该杯 真是命运弄人 如果他早一点踏出这一步 汤姆应该还能喝上他最爱的苏格兰酒 迈克拔开了信号弹 藏在地上热泪盈眶 一缕红色的烟雾缓缓升起 每多久救援人员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 他活救了 这就是电影《亡命累屈》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